大家好,我一得到 上一集我們剛拍完,剛剛殺星而已 所以等一下我要順便來插情 與此同時你看到封面照絕對不是照片 今天要來拍這個東南亞啤酒PK賽RUN2 這個絕對不理性,有什麼好理性 主觀飲酒心得分享中心的第二集 今天要來分享什麼 這罐接下來越南旅行你會常常看到他出現 這罐什麼 Beer Saigon,西貢啤酒 西貢啤酒,越南南部的特產 越南製,當然幫他來做對不對 現在我們來開箱他 距離我上次喝到Beer Saigon 是在Saigon的時候 就在Vietnam的時候 這大概有多久,現在是4月 我最後一次喝到的是8月底 幾個月 9、10、11、12、13...8個月前 剛剛記憶中的味道有沒有變 那順道你就是在台灣喝還蠻貴的 可是在越南喝也差不多價格 所以我覺得 在台灣喝還真快樂 真幸福 然後以下重作不建議分享 不管你是在 是不是在錄音的場所 彈琴的場所 還是你錄音的空間 甚至你的臥房間 請小心 因為你說啤酒會噴出來 這是一件很蠢的事情 但是 因為我咬而已 鄉請請見 有開玩笑 打自己的歌有沒有 喔 直接開箱 欸 我們錄到相機記憶卡炸裂 好不好 哈哈 啤酒的味道 上一集咧 我有喝這個 欸 我那一罐香港Red Horse去哪裡 對好像少了一罐 上一集咧 我喝了這個 我們的這個 大象啤酒 泰國大象啤酒 跟這個 百威 英國版 今天是周日晚上 好好的放鬆 沒有沒有不是這樣 放鬆一下 放鬆一下 就發音要清楚 放鬆一下 這個 我推薦 想請請看我去越南旅行的影片 這個是基本款 就跟台皮一樣 所以知道台皮喔 更上面 台皮有金牌 有17天 有其他的款式 還有水果酒版本的 所以 如果你看到BSI公 不要衝動 這個是基本款 不錯 但是有沒有更好好的 有 他們家自己出的 你只要看到BSI公Special 然後很奇怪喔 BSI公Special 都長得像Rainbow那個罐子 長長一罐喔 他不長這樣子胖胖一罐喔 他長那個長長 但他不是那種 這種size變長的那種啤酒 不是 那種細一點 超好喝 我驚為天人 我去越南旅行 看到那個心情就是好 那心情都不一樣 就是有一個deluxe 的版本這樣子 我覺得整個頻道 你的個人的定位啊 什麼人設是一致的 所以 我們彈吉他上面聊的內容 我們吉他型號 效果器的型號 跟田村先生的效果器 乾一杯 跟日本搖旺乾杯 哈哈 今年我 人生第一次即將前往日本 我想去看看 有沒有什麼好康的東西 不要說要不要賠你很多 就是要好笑了 哈哈哈哈 但是我這一次包了三顆 無欲則康 有本事就 讓我花錢 開玩笑 你看那個顏色不一樣 超商好買的有兩種 一種是 就是 讚藍色 想起人在越南旅行 影片 越玩越好玩 帶你去玩越南 我出去人去那邊 探索了兩個月 嘖 還是略有心得的 哈哈哈哈 藍色跟綠色款 我覺得都好喝 其實還有金色款 但是不好找 我曾經在 胡志明市 塞公 的一個桌上 餐廳的桌上 想起人的影片 未來會出 那一集還沒剪 坐在看到五罐 五種顏色 還有紅色的 我驚為天人 還特別拍個照 但是後來我就在也沒有看過有人在賣那個 不知道是為什麼 但那個很漂亮就是 不知道有沒有在賣 還是說裝飾品而已 這樣子 我覺得那個 藍色綠色款 人家超商的買到 不管是CircleOK 還是其他的 越南的超商裡面 甚至你家 雜貨店 或是那種 百貨公司 我們都知道像台南百貨公司 那種夢時代 裡面他都會有一些 那個叫什麼啊 Jasons吧 我覺得也是Jasons 就是有一些 不一定是外國超市 但他都是會有一些小超市 裡面你可以去買可樂啊 買其他啊 什麼東西之類的 裡面 如果有看到啤酒 你就可以買看看 那個東西應該很好買 雜貨店應該買得到 但是我還沒實測過 通常這個應該是最好買的 之一 基本款 然後價格差不多 所以我推薦你直上那一款 然後這個是可以無腦直上 價差大概五塊新台幣 這個我們花得起 還有第二罐 Leo 這也是泰國啤酒 還沒去過泰國 先喝泰國啤酒 然後 這些看這邊產地都有 這是合法進口 什麼是不合法進口 所以這個都有上面 可能代理商啊 什麼等等的 這些資訊等等 相當清晰 然後我覺得很帥 是什麼呢 一般啤酒你看封口 不會有其他的 這個 一直滴水 還有這個牛仔褲很便宜 這條我在G5買這樣 你看這個 它上面那個封口會有 這一些紅紅 然後對焦一下 它有一件紅紅的很可愛的指示 我很少看到啤酒上面有這個 尤其越南啤酒上面沒有這個 所以 我不知道我們泰國啤酒上面會有 那感覺這個 罐子比較硬 有點神奇 為什麼會有罐子比較硬的啤酒 答案是 我也不知道 Import 喔 進口 所以是這個意思 喔這是進口版喔 還有這樣寫法 所以 外銷版內銷版 不一樣嗎 不知道了 旁邊有幾個 有四個方向 東西南北上下左右 有四個這個 Leo這個牌子的 的這個 的 Logo嗎 然後這上面有隻花爆 所以我不確定 泰文的Leo到底是不是花爆 有空我再問一下泰國的朋友 那現在我們現在開箱他 我很期待 齁 這什麼味道 喔 你看還冒出泡泡來 小心小心 我就怕這種情況 齁 然後用生命守護 這邊 裡面的東西 齁 讓大家看一下這個泡沫 齁 我不知道為什麼要給大家看泡沫 那還是給大家看一句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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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機會去泰國玩 或是台灣的商店 有看到這一款 你給我看看 很厲害捏 喔 Product of Thailand 上面有一行字 國寶是不是 呵 有時候外交都是在這個奇怪的上面 就是你對一個國家的形象 印象等等 你就會有一種 嘖感覺 唉因為我手 沾到啤酒 所以我決定又要來改一下 剛剛說他邊擦琴邊聊天 我決定不擦琴 我不能允許啤酒 碰到我的琴 我的樂器 等一下我一定要洗完手之後 再來 做這個擦拭 跟保養的動作 那把ES1371不用緊張 已經擦完進盒子裡 我才會進行下一個動作 好不好 敬各位朋友 我覺得啦 今天這兩款都比上週 大概上週還上上週 因為中間我中感冒一次 所以後來就 暫緩計畫 讓身體好好恢復一下 然後吃藥看醫生 啊吃藥不建議飲酒嘛 所以我們就都完全沒有 就是休息喝水 這樣的情況 我覺得今天這兩款 比上次那兩款來得烈一點 啊順道一提喔 大港開唱的那個特別款啤酒 改天下次就跟Red Horse 紅馬啤酒 但是那個Red Horse 紅馬是 香港製的 這蠻有趣的 所以改天一起喝剛好兩罐 因緣際會這樣子 然後記得這個 大港開唱的紀念啤酒是 台啤製的 所以好久沒喝台啤了 而且 上面沒有不知道有沒有寫金牌 還是那個我倒在看一下 或是原版的台啤 我覺得有點不夠意思 好歹來一個金牌了 哈哈哈哈 來講算起來了 繼續來喝 我就今天本週這兩款 稍微有一點 味道上面不是酒精濃度 味道上面的裂 它稍微裂了一點 但是無傷大雅這樣子 啊因為 我相機在一分鐘後 就會這個 出現記憶卡已滿 然後有時候會有些故障 所以現在必須來跟大家做告別 邊喝邊告別 如果你喜歡這類的內容 歡迎幫我按讚訂閱留言分享 留言給我知道說 你喜歡什麼樣的內容 未來就優先製作作手 相關的 內容系列 感謝大家收拓 我會得告老闆再回 這樣很感謝大家的支持 對我來說是非常大的鼓勵這樣子 歡迎留言交流 我就會到這邊回覆你 然後優先製作相關的內容 感謝大家收拓 我會得告老闆再回 我們再來喝十秒啤酒 啊 記憶卡一滿 好了 它上面顯示還有33秒 我們就喝到底好不好 再喝個30秒 留個3秒 不要給它真的錄到咖這樣子 很開心 從這個 重感冒的深淵中回來 唉唷 相較於Rio 剛剛Rio這樣喝一喝之後 這個BSI公它感覺變得很淡 所以證實 我對Rio的那個想法是正確的 它真的味道比較濃烈 比較嗆一點 很有趣的 設定這樣 啊 掰掰 拜拜